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小孩子在庭院里面玩耍 有一个小孩爬上了一个大缸 站在大缸上不慎落入缸内 被缸内水淹没 其他小孩都跑掉了 唯独司马光像个成年人一样 沉着冷静 他集中生智 拿起石头砸破了缸 水从缸中流出 小孩得救 司马光从此一砸成名 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英雄 这就是我们听到过的故事 然而老师可不会告诉你 司马光救的小孩是谁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司马光救的小孩叫上光上光 是司马光的玩伴 也是个学霸 成年后考了个进士 可惜官路不顺 后来辞光回到了家乡 上光上光回到家乡后 为了感恩司马光的救命之恩 特地为司马光造了一座感恩亭 并把杂光之事写入了族谱 告诫后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老师告诉大家要学习 司马光杂光的智慧 和救人的勇气 却没告诉你 也要学习上光上光 要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听后有什么想法 感谢观看